准备下午3点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 共有500人参加 期间邀请不同社福界及市民上台发言 回顾过去半年的抗争历史 鼓励大家参加罢工 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透过这些罢工行动 每一个界别去组自己的抗争行动 去罢工 最后能够希望逐渐逐渐行动升级 成为一个总罢工 多位大陆客趁来港旅游参加集会 希望将香港的真相传入大陆 内地的一些抖音还有优酷 还有B站上面就是说 跟我们那边叫暴徒 意见不合的人会被泼弃 这是重的 轻者会被踹吧 然后我看了你们的电台 还有别的一些电台 像新闻拍案惊奇 然后发现情况跟我们那边报道的很矛盾 到香港现场看的感受是怎么样 挺震撼的 然后觉得香港人对内地人 并没有朋友 还有就是大陆朋友 或者大陆媒体说的那么野兽般的那种回应 就会攻击你 他甚至还会请我喝奶茶 就是你们叫黄思 他还会给我交朋友 很耐心地把这个来龙去 尽可能地告诉国庭 我觉得很友好 国内的宣传就是一种声音 别人不可能发出来 第二种声音来的 所以说一些有良知 有民族 有这种意识的人都会觉醒的 中国大内人不能说 但是在香港 我有这样的机会 我当然需要参加 大学需要看看了 社福界将在下周二发起三天的罢工行动 继续争取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新唐人记者梁真 在香港报道